不得你 聪明天主 今生大美主 心不足的 安静命 主力1963年 我们的前史会是白永恩神父 来到这个地方 可能1963年的前两三年 他就现在这个地方 他那个先租房子 然后慢慢的买地 然后在这边就盖圣堂 就在1963年的圣诞节 在职业弥撒当中 举行的祝圣 1964年的圣之主日 请了罗光总主教来祝圣的这个圣堂 所以这个是我们圣堂的历史 白永恩神父为了盖这座圣堂 要花好多的钱 可是在经费方面有限的情况之下 他得到他的家乡 他有一位舅舅也是神父 那个舅舅神父所在的那个圣堂 就是圣体堂 因为他给了很大的帮助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所盖的圣堂 也是一方面是纪念舅舅 另外一方面也是跟在荷兰的那个圣堂一样 所以也就是取名为圣体堂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牵手 为我们的处理圣体的小朋友们 请你们站起来 处理圣体的 主耶稣基督 愿我们领受你的圣体圣邪 以你的仁慈身心 获得保障和治疗 我不受到裁判和处罚 现在 小朋友 你们就要来首次 来领耶稣的圣体圣邪 这个是新而永久的盟约的祭品 基督 基督圣体圣邪 阿们 由于圣灵安东尼 基督圣体圣邪 阿们 欧子宁圣灵 阿里亚阿达勒纳 基督圣体圣邪 阿们 基督圣体圣邪 基督圣体 阿们 基督圣体 阿们 基督圣体 阿们 基督圣体测体测体圣体圣与 阿们 基督圣体测体测体了 阿们 基督圣体测体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